我进入恐怖游戏,因洁癖看不惯副本环境 于是我挽起袖子,给满身血污的鬼娃们洗白白 把大boss伺候得油光水滑 还自创家政副本,收留无业游鬼 刚进来,我就指着大boss的鼻子,苦口婆心 能不能处理下伤口,别再流血了,人家刚脱完地 boss一脸无奈,用手捂住露出森森肋骨的胸腔 要不你帮我缝一缝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一个阴沉的女生,悠悠地播报,欢迎来到我爱公司游戏 所有玩家在公司就业上岗,存活到适用期结束,极为通关 温馨提示,不完成boss留下的工作,也是会惨死的哟 驻军快乐上岗,升职加薪 连续加班一个月,我猝死了 醒来后,我走进了这栋诡异的大厦 大厦阴森高大,但环境卫生实在不怎么样 墙上布满些手印,满地都是残肢烂肉 空气中还夹杂着腐臭的味道 我当下厌恶的撇撇嘴,严重洁癖兼工作狂的我,真想立马开工 这时,我旁边一个五大三粗满脸痘疤的男人,骂骂咧咧起来 这是什么鬼地方,放老子出去 另一个一身性感职业妆的农妆女,抹着眼泪 妆都花了大半,哪位老板行行好,放我走吧 这里一点也不精致,吓到人家了 一群人在门口乱成一团 这时从黑漆漆的走廊深处,走出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她们棚头共面,眼神涣散,嘴角还挂着一滩鲜血 你们好,新玩家们,少安无躁,我俩带大家入职 原来这对双胞胎姐妹是公司的HR,也是经验丰富的老玩家 穿白色职业装的是姐姐,穿黑色职业装的是妹妹 他们详细为我们说明,这款游戏专为死人提供就业体验 只要活过实习期,并得到90分以上考核分数的玩家 就能获得复活之门的钥匙 众人先是有些恼怒,破口大骂 我都死了,就想躺平,还体验个屁的就业 活着的时候还没体验够吗 但听到能复活,又纷纷来了兴致 实习期是多少天,考核分怎么算 双胞胎妹妹晃了晃手中的实习考核表 回答,每一个岗位的实习期不同 大家摇号选岗,到岗会通知细节 至于考核分吗,就是你完成一次大boss布置的工作 就能得一分,完不成或中间出错 即扣一分,扣成复分,直接惨死 双胞胎姐姐把考核表和一台联络手机发到我们手里 表格上面一共100个单元格,格里还是一片空白 我不免有些疑惑,如果这个表格全部填满 是不是就是满分,满分通过除了复活 还有其他绩效奖励吗 双胞胎姐姐看着我意气风发的脸 无奈地惨笑,这种高难度的问题 还是等你入职后,自己探索吧 我也没追问,打开手机 发现上面只有三个app,通讯录,信息和公屏 通讯录和信息我都懂,公屏是什么 我好奇地点开,铺天盖地的弹幕朝我袭来 又来干尽满满的小白玩家了 真想着一步登天呢 还满分,一会儿进去他就得哭 大家说话都收敛点,游戏更新添加了公屏系统 这些小白能看见弹幕了 看见就看见呗,据说还有三次场外求助的机会 好好表现,需要你们求助的时候也是这般自信 据说上次有个大神级玩家实习期就做到了部门主管 结束前是89分,全场震惊啊 可惜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求助系统 否则就出现手通玩家了 双胞胎带我们去一个机器前摇号 我们将被系统随即安排在不同的公司 农庄女一直双手合十 虔诚的祈求给她分配个帅点的Boss 双胞胎姐姐拍拍她的肩膀,劝她限时点 她说,这栋大厦一共20层 每层都是一间公司 公司所负责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不一样 而这里的Boss和同事都恐怖异常 另外,工作内容的难度和层高相对应 20层最变态,一层最简单 所以,这个游戏不仅考验工作能力 还得有些运气在身上 她接着告诉我们 据说上次的大神之所以那么接近成功 就是因为被随机安排在了一层的公司 只是,哎,可惜了 双胞胎妹妹补充道 不过,游戏更新后 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司 就在地下负一层 还没人知道难度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层数越低,难度越低 所以应该是目前最简单的副本吧 双胞胎姐姐点点头 她俩都在地上一层 说到这里竟有些羡慕 大概是游戏设计师考虑到这么久 都没有通关的玩家 所以特意设置的 不知道你们中哪个幸运能被分配过去 玩家一一上去摇号 因为是随机分配 所以还算有秩序 轮到我的时候 我习惯性地戴上手套 按下了按钮 一个大大的副一出现在了屏幕上 众人有的嫉妒 有的祝贺 倒是把我弄不会了 避免尴尬 我假装看手机 弹幕清一色的幸灾乐祸 这个真是幸运 哈哈 新入住的丙级BOSS 被他给抽中了 我听说 这个BOSS和他的整个团队 是从地狱级副本中平移过来的 被称为阎王祖 那个副本因为过于残暴被和谐了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看完手机 我一抬头 这些玩家又都摇摇头 投来了可怜我的目光 我叹口气 既来志泽安之 我作为工作狂 还真没怕过什么高难度的工作 电梯缓缓下行 我来到了地下一层 听弹幕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场景 刀山火海 怪物丛生 身临其境才发现 这里除了黑点 玻璃门里面发着悠悠的绿光 其他还挺正常的 甚至还有些温馨和童趣 因为看门脸和招牌 附一层的这家是一个幼儿园 第一 我收到了一个信息 玩家曾小花 入职鬼宝宝幼儿园 岗位 生活老师 请玩家尽快到园长办公室报道 我当了幼儿园老师 我心里有些暗爽 当老师可是我儿时的梦想 我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一阵心里发毛 这也太脏乱差了 宝宝怎么可以待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嘴里边叨叨 手已经开始拾多了 一地血迹斑斑的衣服 让我整理到了篮子里 我还在洗手间找到了拖把 奋力地开始擦地上的斜脚印 干不完 根本干不完 弹幕沉寂了片刻 开始发疯 他在干什么 打扫卫生吗 这么快进入角色了 不是让去园长办公室报道吗 他没看到 我倒想看看 工作狂碰到杀人狂 能有什么火花 我正望我的打扫 哪有什么时间看弹幕 正攻克一个地板死角的时候 身后的门直开一声打开了 我硬生回头 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站在门口 这应该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了吧 小男孩咧开嘴 刺出满嘴黑色残缺的牙 就朝我跑了过来 我大惊 顺手操起旁边一条 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白毛巾 迅速把它裹在了怀里 看着这个满身血污 一脸脏兮兮的小孩 我忍不住大骂 这幼儿园有没有营业执照啊 知不知道小孩子弄这么脏 可是要生病的 随后 我稳定了下情绪 温柔地对小男孩说 乖 快跟姐姐 嗯 老师 去洗澡换衣服 我拉着他的手 他也乖乖地跟我走 暗幕大跌眼镜 这什么情况 这小孩 可是阎王组团队的二号人物 气血阴尸 据说他一哭就得死一个玩家 久而久之 他都哭出血泪了 可见杀了多少人啊 楼上的 别着急呀 这不是没哭呢吗 我带着小男孩转来转去 终于找到了浴池 还不等他挣扎 我就把他脱了个干净 按进了洗澡盆里 浴室内顿时充满了 带有沐浴露香味的水汽 我的心情也跟着逾越起来 小男孩有些不好意思 在洗澡盆里扭扭捏捏的 我笑骂道 你才多大呀 毛还没长全呢 害羞什么 我在他身上揉搓了好久 终于洗出了些模样 才发现小朋友长得还挺可爱 白白的 嫩嫩的 就是眼睛过于黑嘟嘟了 一点眼白都没有 洗完我要给他擦干 小男孩却抽气起来 一滴滴血泪落了下来 落在了干净的水里 还有白色的毛巾上 我不知道的是 弹幕也跟着兴奋起来 哭了 哭了 这可是气血英尸 哭得最快的一次 我都好奇 英尸是用哪只手 掏出他的心脏了 我的心也要碎了 但是为人失表 我不能表现得过于暴躁 别哭了 小祖宗 你看 这不是白洗了吗 二话不说 我又把他按进水里 一阵揉搓 小男孩无辜地看着我 我抓住他的手 满脸黑线 怎么这一会儿 手指甲这么黑这么长 这吃东西的时候 指甲里的泥 不都进嘴里了吗 我捡起地上的剪刀 快速地修剪 小男孩看着满手 有些发脱的指甲 陷入了沉思 我把他擦干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怎么样 舒服了吧 听老师的 小小男子汉 咱们流血流汗不流泪哈 这样长大 才有女孩子喜欢 小男孩竟然配合地点点头 奶声奶气地说 指甲长 不舒服 没人给我剪 我都是自己用人骨膜 我有些心疼 眼睛都湿润了 没关系 以后老师疼你 我把他裹好 放在狼儿童上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 小小的憨声 刚忙完 我准备些口气看会手机 收到一条游戏进程公告的消息 20层玩家就职失败 18层就职失败 17层 我查了一下 大概一半的人 失败在了第一个工作任务中 这么有难度吗 我觉得还好呀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的第一个任务 是去园长办公室报到 妈呀 我忘得透透的了 我刚要冲出午睡房 迎面撞在了一个坚硬的胸膛上 我抬起头 看见一双深沉的眼睛 在死死地盯着我 园长 我试探地问 玩家曾小花 第一个任务未完成 扣一分 他还没说完 我一下堵上了他的嘴 多亏我一直戴着手套 否则不知道要洗多少便手了 他本就深沉的眼眉 捏成一道份 然后恶狠狠地挤出了几个字 你 在 干 神 妈 我连忙又掏出一条毛巾 塞在了他的胸口处 园长 这可是你的幼儿园 保持卫生 你首先得起带头作用 你这走哪留哪一地黑鞋可不行 你看我走廊的地都白擦了 我看着他身后地板长长的一排鞋脚印 恨铁不成钢 男人立在原地玩味地看着我 不一会儿 他胸口处的白毛巾又浸透了 滴答滴答地往外冒着血 我气急败坏 有伤能不能先处理一下呀 这样好看吗 感染了怎么办 我说 你这个园长怎么都没点常识呢 我在那喋喋不休 手也没闲着 直接扯开他胸前血染的衬衫 谁知道 他胸口直接破了一个大洞 胸腔里的森森白骨一览无余 这 我吞了一口口水 男人皮笑肉不笑 怎么 害怕了 我浑身发抖 害怕个锤子 这么大的窗面 都不处理下 我天天拖一百次的有用 小朋友有样学样 你这样能是好榜样 男人被我说的 脸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最后声音都有些沙哑了 要不 你给我缝缝 这个幼儿园虽然肮脏破败 但好在设施齐全 我扯过一张不透水的牛皮纸 剪出适当大小 操着一手熟练的针线活 完美地将纸和蚕皮缝合在了一起 OK 搞定 我咬下线头 拍了拍 他已经清理干净 无比干爽的胸膛 男人就要清清爽爽的 拉里拉他的 可就不帅了 没想到 我凑近一步 想近距离欣赏自己杰作的时候 不小心跌在了他的怀里 他粗重的呼吸 直扑我的面门 我刚要皱眉 发现他的口气 除了有些血腥味 其实还蛮清新的 他白皙的脸逐渐放大 性感的嘴唇一开一合 有意思 这个副本里 对对 所以我帮你缝合伤口 算是完成第二个任务 正好抵过没去报到扣的分 你还不能宣判我死刑哈 男人沉吟了片刻 淡淡回复了一个字 好 这时候 小男孩揉着眼睛 走了过来 老师 我尿裤子了 我看着他血哒哒的裤子 火急火燎的抱住他 抱怨道 真是没一个省心的 弹幕破防了 这是传说中的阎王祖 还是甜心祖啊 血动大boss 比我那桑尽天良的老板 都有人性 谁说不是呢 我看以后阎王祖要改改等级了 改什么等级 他们的等级积分 是靠杀人头积累的 可靠消息 以阎王祖的数据 这栋楼里的其他boss 在追十年 都未必赶得上 你们不知道 这个游戏的boss喜好玩弄猎物 有记得当年那个差一分 就通关的大神 就是这么被摆了一道 本来九十分了 偏偏被揪出一个莫须有的错 遗憾惨死 可惜我在换尿布 没看到这些危险的发言 而此时在我身后的男人 从胸腔里拿出一只沾着血的钢笔 快速在我的考核表上画着什么 我擦完地擦窗户 扫完灰又洗衣服 干完活 又洗了三次孩子 娃看到我都有些发抖 弹幕全在心疼 我看弃血英尸 再不能弃血了 流个鼻血 都得被抓去洗两遍早 PM都快被洗贫血了 现在的幼儿园 可以说窗明激进 焕然一新 我满意地拍了拍手 这个地方终于能带人了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 还有杂物倒地的声音 我的脸拉老长 到底是谁 就这么不珍惜 别人的劳动成果吗 应是白的发光的小手 连忙拉住我的手 小花老师别害怕 肯定是我的两个同学回来了 他们经常跑到别的楼层玩 弹幕热闹起来 食人魔还和独眼又将回来了 阳王祖全员到齐 这俩纯暴力的小鬼 昨天刚被戒掉到 二十层和十九层 据说二十层的boss 都被这俩鬼娃给吓尿了 十九层现在还一地碎肉呢 清洁工作极其难开展 清洁工都不敢进去 我都开始为曾小花捏把汗了 这俩的武力值 虽然不及阴师 但他们更没人性啊 叛逆起来连血洞大大都控不住 我也听说了 以前血洞大大 胸前的洞没这么大 就因为这俩想拿他的肋骨当飞镖丸 才硬生生地给拉大的 不过是两个小朋友 这弹幕未免太夸张了吧 还是人魔还 独眼又将 四个字四个字的名字 不知道还以为是来自小日子 门一开 蹦进来两个脏兮兮的小身影 一个尖嘴令牙满脸血浆 另一个只有一只眼睛 看起来是个残疾小朋友 他们见到我 发出咯咯咯的童真笑声 一个嘴朝着我脖子冲了过来 一个眼睛冒着红光 手向着我心脏抓了过来 卧槽 附一层终于要见血光了吗 我开始兴奋了 我现在就去录屏 这场景恐怕过后还得和谐 他们冲到了我身前的时候 却一把被我摁进了 早就准备好的洗澡盆里 我训斥到 在外面玩得埋了八胎的 进屋要洗手知道不 要做讲卫生的好宝宝 我像洗萝卜一样的一顿洗 幼儿园又产生两个 白白净净的小朋友 洗完了 不知道是他们没反应过来 还是萌逼重 总之 乖巧了许多 我看着可爱干净的孩儿们 手却攥紧了拳头 都是谁给你们起的名字 这么不利于身心成长 食人魔还哼了一声 强达到 名声在外而已 我摸着下巴 思考了片刻 严肃地对他们说 你们的名号以后禁用 谁要是还喊 老师不给他贴小红花 这样吧 英诗同学以后就叫小英 食人同学以后叫小石 独眼同学以后叫小明 独眼又将挤着眼睛 眼里的高强度红光 分分钟要喷勃而出 好像不太满意 老师 你偏心 小英和小石 都出自他们名号的一个同音字 我为什么叫小明 我摸着他的小光头 安抚道 傻孩子 小独和小眼也不好听啊 取名字讲究的是寓意 他们两个虽然性格不健全 但好在身体健全 可是你却残疾了 让你双目重建光明是老师的美好心愿 小明独眼里的红光 渐渐暗淡下去 搂着我的脖子 开始阴阴 老师 你身上的洗衣粉味和妈妈一样 我的心都在抽搐 再响亮恐怖的名号 也只不过是个小妈妈的小宝宝啊 看着小明的举动 另外两个小鬼头 再也不高冷了 齐齐搂上我的肩膀 我们这边正在煽情 园长在旁边假意咳了两声 然后搓着修长的手指 沉声问道 那 那我叫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 园长浑身冒起了黑气 我警告你 给我取个名字是你第二个任务 完不成 我可要扣分的 我立刻挺直身板 面对工作 我从来都是谨慎应对 我头脑风暴了片刻 突然眼睛一亮 那就叫圆圆吧 园长见风一样的眉头猝了起来 寓意 我还以为他会闲娘气 没想到会给我解释的机会 其实很简单 你是园长 胸腔上破的那个大洞也是圆圆的 所以叫圆圆多合适啊 我的设计理念 就是要中和一下他凶悍残暴的外表 这个园长每日阴阴沉沉 搞得企业文化也阴森 毕竟我们是幼儿园 小朋友在健康向上的环境成长才对 他没说话 转身掏出那张考核表 又偷偷摸摸地画着什么 我俩身高相差甚多 我从他搭置窝的缝隙望过去 发现考核表的前两个单元格满满当当的 不是平分吗 难道还让写平语 我直言不会地问了出来 圆圆的脸瞬间从灰白变成了亲子 要你管 我识趣地走开 打开手机 例行看看情报 弹幕正在刷屏 好家伙 我没看懂 是不是阳王祖全军覆没了 照这样下去 曾老师成神通官 只日可待呀 曾老师是会取名字的 哈哈 圆圆和那张冷脸 简直不要太相配 我是来看限制级血腥场面的 莫名在这里刻起了古怪的 CP是什么鬼 每日晚餐时 系统公告栏会回总各公司的入职状况 我辛辛苦苦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桌子上的三小一大 却举着筷子 不知道从何下口 做饭确实是我的弱点 我是个严重洁癖 平时根本不碰油烟 而且我工作起来费寝忘食的 哪有功夫做饭啊 可是 作为幼儿园唯一的生活老师 我纯属被迫上岗了 小时看着眼前血淋淋的一坨肉 老师 这是什么呀 我看过去 那是牛排 大概一分熟吧 有些血丝是正常的 小时我记得 你以前叫食人魔还来着 我是特意根据你的口味调整的 你喜欢吗 小时吞了吞口水 注意力却落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老师 你不是说不准再提以前的名号吗 你可得不到小红花了 我真乃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好 老师的小红花都给你哈 小鹰挑了半天 指了指一锅乌七麻黑的食物问 那这个是什么呀 我笑了笑 这个是今天的主食 是我用板蓝根和巧克力一起煮的黑米粥 中医说 多吃黑色的食物对干肾好 但板蓝根毕竟是药物 我怕小朋友不肯喝 所以特意放了巧克力调味 小鹰捂着嘴跑了出去 这孩子咋了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 一会儿我给他煮个火龙果鸡胸肉面条吧 小孩都爱吃火鸡面 圆圆黑着脸 诗鹰 啊呸 小鹰的五脏六腑是空的 他哪来的干肾 你伤了他的自尊 真是可怜的孩子 我不由得心疼起来 圆圆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犯了哮喘 空荡荡的胸腔一起一扶 然后迅速从衣服里掏出一张纸 我连忙按住他的手 这你也要扣我分吗 饭我做的确实不好吃 但你布置的工作内容是做晚饭 你可没说食物必须得是佳肴才行 所以 我是完成工作任务的 你无理由扣分 我就告到劳动仲裁去 公平里的可都是我的人证 圆圆翻了白眼 甩开了我的手 我才发现 他掏出的纸不是烤盒表 而是一张纸巾 我做的生牛排 血水都溅到了他的裤子上 我尴尬地笑着 误会误会 你看这种小事 哪能劳您大驾呀 搞卫生我可是专业的 来我帮你擦 我抢过纸巾 在他大腿跟上很劲的划拉 圆圆却突然抓住我的手 灰白的脸逐渐泛红 我都觉得 下一秒能掐出血来 不必 然后他飞快地冲出了餐厅的门 我拍了拍自己狂跳的小心脏 嗯 又侥幸过一关 果然 产媚老板这一招 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弹幕开始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 一时间分不清 到底谁更变态 血洞大大跑那么快干嘛 后面是有什么 我尊贵的会员不能看的吗 这可是真黑暗料理呀 这都能过关 作为人证 第一次想占被告方 看你俩腻腻歪歪的 我把民政局给你们搬到负一层 还不行吗 我做的饭 作为洁癖的 我是一点吃不进去的 饿着肚子 我开始看公告栏里的个公司 情况 我印象中的几个人 双胞胎在地上一层 豆八男和那位妖艳的农庄女泽 一起在地上13层 他们几个非但没有淘汰出局 还都榜上有名 双胞胎作为老玩家 已经霸榜一好几天了 而豆八男和农庄女 分别是第二名和第五名 我急吼吼地找自己的名字 干 我在榜单的最后一位 找到了自己 零分 圆圆竟然给我零分 我做了这么多 全付诸东流了 这样来看 我岂不是还挣扎在生死线上 真不知道 她一天到晚在考核表上写什么呢 难道在写工作总结吗 我气泄上涌 唯一在饭桌上 吃饭的小明放下饭碗 抱了抱我 我哭丧着脸问 为什么一分都不给我呢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呀 要知道以前 我在任何岗位都是劳膜消灌 小明真棒 你才是个不挑食的怪宝宝 小明用小手给我擦去眼泪 小花老师别伤心 我这只单独的眼睛视力也不好 所以看不清饭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我也没有味觉 老师做什么我都能吃得下 我用手敲了敲他的头 破涕为笑 臭小鬼 你是懂怎么安慰人的 对了 我没来之前 你们是怎么吃饭的呀 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怕是没被分数搞死 而是先被饿死了 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 一阵饭箱扑鼻而来 圆圆端着一个巨大的锅走了进来 而小英和小石端着饭碗 一脸期待 格 好吃 真好吃 我摸了摸浑圆的肚子 舔干净嘴角的蚕食 意犹未尽 小英 小石和小明将看鬼一样看着我 他们大概没见过 胃口这么好的玩家吧 圆圆你手艺真棒 没想到贵公司伙食这么好 吃的我都想给你打一辈子功了 圆圆捧着饭碗 优雅地夹着菜 我倒是没意见 可 她话没说完 我的手机嗡嗡震动了起来 我接到了双胞胎姐姐的信息 曾小花 游戏规定榜单 仅剩十名玩家的时候 会集中所有玩家 一起到顶楼的神秘公司共识 Boss随机 摇号选岗 你刚好是第十名 我有些惊奇 我一个零分 竟然混到了前十 我回复问道 顶层不是二十层吗 据说那一层的Boss 前几天被两个小鬼吓尿了 还能开公司 双胞胎姐姐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 曾小花 你是一点没做功课呀 二十层虽然是明面上的顶楼 但是在顶楼之上 有一块隐藏地图 只有特殊时机才会开启 目前为止 还没人从那家公司走出来过 我确实在附一层 待得太安逸了 都忘记了去搜集信息 远远看我对着手机 愁眉苦脸问道 是要共识了吧 我连忙点点头 他叹了口气 从胸腔里掏出了我的考核表 放眼望去 一个数字都没有 密密麻麻的全是文字 游戏规定 Boss不可告知玩家 关于副本的任何数据 但是没说不能手写 但我们唯一能写出字的纸 就是这张考核表 负责共识公司的Boss 有可能是这栋楼里的任何鬼 这表里写的是 这栋楼所有Boss的致命弱点 有的还欠我鬼情 你拿到手要背熟 当然也有和我有仇的 但你也不必太忧心 以我在这里的地位 他们拿到这张考核表 看到我阎王祖的印记 也不会轻易给你减分 原来圆圆每天在考核表上 写写画画 竟然是在卡BOG给我铺路 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但又迅速恢复理智 你心里这么护着我 为啥一直给我零分啊 让我分数高一些 不是更不怕扣分吗 小英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腿 小花老师 你误会园长了 他是在精准空分呢 系统只允许榜单的最后一名 携带前公司赠予的SSS级道具 园长既要保证你得活着 又得保证你是最后一名 就只能让你一直零分 我捂着嘴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 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 他竟然为我做到了这个份上 我深情而又扭捏地拥抱他 圆圆 谢谢你 等我共事回来 我就 我的脸泛起了红韵 就跟你签合同 做你的正式员工 圆圆长长的睫毛抖了两下 喃喃地自语 就只是员工吗 我也瞪圆了眼睛望着他 要不再加上无心工作一周呢 不能再多了 我会失去工作动力的 圆圆却微笑着轻轻地答应 好 与我们这边和谐的一幕相比 但慕似乎有些不和谐 血洞大大 不要太爱啊 只恨曾老师是一块百毒不侵的木头 剧情怎么就这样升级了 我到底错过了哪里 什么地狱级副本啊 我看家庭主妇都能过 曾小花除了搞卫生 做了顿难吃的饭 相夫带娃娃还做什么了 跟十三层的农庄女一样 会点红妹子功夫就可以 拜托 楼上是不是对职业有歧视 她做的不就是本职工作吗 难道想让她在幼儿园造火箭 才算是搞事业 就是家庭主妇怎么你了 家庭也是一项非常难搞和崇高的事业 能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女人更是了不起 我要是你妈都得伤心死 白咬你个好蛋 弹幕炒得不可开交 我却无心理会 因为我收到了系统提示信息 请十名玩家到一楼大厅集合 重新进行选岗摇号 我是最后一个来到大厅的 双胞胎姐妹的战损程度更加严重了 衣服被大片血迹污染 分辨不出颜色 连她们两姐妹谁是谁我都看不出来了 但她们的分数最高 现在是76分 农庄女的职业装都碎了一半 显得更加妩媚性感 嘴角挂着一丝血迹 气弱油丝 但她一下盖过了豆八男 从第五名爬到了第二名 成绩是61分 豆八男伤得最重 她瘸着一条腿 胳膊上也都是吓人的抓痕 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惨无人寰的工作 她目前是第六名 53分 双胞胎之一拿出一个公章对我们说 请大家把考核表拿出来 我们人士需要在上面盖章 作为你们转岗的资格评证 我们纷纷拿出表格 双胞胎看到我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惊讶了一下 抬头看了我一眼 最后也盖上一个鲜红的章 我们开始摇号 根据排名顺序依次上前 我又是排在最后一个 双胞胎第一个选完 这次他们从HR变成了财务总监 双胞胎之一趁空档找我闲聊 曾小花 虽然你成绩暂时是最后一名 但我觉得最有可能通关的却是你 职场之上 罪季风头太盛 遭人极恨 我挠挠头 开始装傻 我也希望能通关啊 上一次刚好碰到了好老板 这一次可是未知的 还有你们这群优秀的人才做同事 我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 双胞胎笑了笑 其实 这个游戏玩到这里 已经不是个人战了 我们姐妹研究过之前的案例 所谓共事 就是大家一起工作 我们占据着任务的每一个环节 缺一不可 所以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过关 我点点头 以前我们领导花大饼的时候 经常正说 结果我加班到天明 她从未见过上午的太阳 所以 曾小花 你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合作的对吗 双胞胎朝我伸出了手 我笑着 身后好像想起了战哥的BGM 我也伸出了手 和他握了我 但愿合作愉快 说完正好轮到我摇号 屏幕上赫然写着几个血红的大字 保洁员 干 不是我对岗位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意见 实在是保洁员和财务总监 有什么座可以合 我们一起坐电梯 到了20层电梯并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上行了几秒钟 电梯打开 我们发现 这里好像是一家医院 走廊里绿悠悠的应急灯闪烁不停 卫生间的门 支嘎支嘎地自行作响 还不时从无人的隔间里传来冲水声 走廊里的阵阵阴风 让我们这群流到最后的玩家 都起了GT疙瘩 请所有玩家前往院长办公室报道 院长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 我们小心翼翼地敲门 门却自己支嘎一声打开了 令我们意外的是 院长办公室里整洁干净 一点诡异恐怖的地方都没有 办公桌上竟然还有一束鲜花 办公桌后面 坐着一个样貌极其美艳的女人 时髦的农庄女 在她面前好像隔壁村的土丫头 她伸出纤细白嫩的手 朝我们挥了挥 把你们的考核表给我吧 弹幕都要炸了 我去 这不是上次给90分大神 拿掉一分的美都沙女王吗 这次竟然又是她 看来这帮小白要猴子她哥 废废了 农庄女和曾老师的美人计没用哦 这女人狠起来 男人都得靠边站呢 何况是女王 你以为美都沙女王有多啊 看着公平 所有玩家如临大敌 我摸着兜 掏出了自己的考核表 准备交给院长 却惊奇地发现原来的表格 竟然变成了一张白纸 我仔细回忆 这段时间 只有双胞胎姐妹和我亲密接触过 我望向双胞胎 发现她们的表格 却密密麻麻的了 糟糕 被算计了 双胞胎朝我挤了几眼睛 手在身后摆出了一个OK的手势 豆巴男看出了我们之间的小动作 冷哼了一声 鬼的合作 也就你能相信 怪不得你是最后一名 我朝她翻了白眼 姐也算只差老油条了 会这么容易找到吗 那张表格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上面并没提到过 这位美都沙女王 也就是说 她可能跟圆圆都不认识 更不可能因为阎王祖的印记 而放过谁 他们偷换考核表 不过是多此一举 果然美都沙 只是粗略地扫一眼表格 就放到一边了 去你们的工位吧 你们的第一个工作内容 都写在上面 我弱弱地举了个手 请问保洁员的工位在哪 美都沙看向我 邪魅的眼眸 好像给我抛了个媚眼 洗手间里的杂物室 我刚到洗手间 就听见了外面的尖叫声 我跑出去一看 两个我不熟悉的玩家 被吊在了停尸房的门前 他们的肚子 好像被什么利器 干净利索地剖开 内脏全裸在外面 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吗 他们到底是什么工作 只几分钟就能判定完没完成 我的心也要跳到嗓子眼了 我打开杂物室的门 门上有张字条 第一个工作 清理还原停尸间 我头发不受控制地竖了起来 这鬼医院本就可怕 医院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停尸间 而现在停尸间门口 还掉了两具惨死的尸体 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这副本间的跨度太大 我根本受不了啊 虽然害怕 我也不敢停歇 迅速跑到了停尸间门前 我转动了门锁 门应声而开 停尸间里冷嗖嗖的 却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里面并不脏乱 而停尸床 也不是正常的成人尺寸 而是好像儿童床一样 上面用白布盖着一具具 小小的尸体 看来是一处 专门收敛同尸的地方 这需要我打扫什么呢 我撞着胆子 先抬离我最近的一块白布 里面确实躺着小孩子 身体全成一团 他瘦弱的胳膊 环抱着的肚子 干瘪下陷 显然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脑子轰一声 一个念头在我脑中不断闪现 外面悬挂着裸着内脏的尸体 肚子里空空如也的小孩 还原停尸间 等等 我突然明白了清理工作的意义 我找来一个凳子 踩高把门外的两具尸体 放在了地上 随手拿起一把手术刀 轻而易举地将他们的内脏 割了下来 鲜血见我的脸上 我的手上 然而我的洁脾 好像痊愈了一般 我毫不动摇 将那些从成人身体里 掏出来的内脏 稳稳地塞在了小孩的肚子里 小孩的肚皮终于被填满了 上面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停尸床突然发出一道微弱的光 小孩醒了过来 他朝我微笑了一下 嘴型好像在说谢谢 然后便消失了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我早该猜到的 公屏按了下来 然后被迅速清空 重新出现在公屏上的是 五张人像照片 和他们的个人简历 玩家梅某某 张某某 拐卖儿童 砍断手脚 置其残疾用于乞讨 非法交易人体器官 公开处决 玩家谢某某 欣某某 涉嫌非法人口交易 把重男轻女家庭 不要的女婴 卖到无法生育的家庭 或卖给偏远山区的人家 做童养席 公开处决 玩家于某某 三年拐卖十名儿童 以一千元的价格 卖掉自己亲儿子 公开处决 随着照片的流出 医院里不断传来尖叫声 他们无疑不成为残躯破体 我的清理工作越来越多 直到我雪白的衣服上 全都浸满了鲜血 停尸房里所有的小孩 终于都寻回了丢失的内脏 断裂的手脚 谢谢 小花老师 谢谢 孩子们带着完整的躯体和笑容 安然地离开了 我拿着满是鲜血的手术刀 也终于停了下来 公平恢复了正常 弹幕却陷入了良久的沉寂 每个人都为这一刻默哀三分钟 三分钟后 我以为游戏里的boss是 诡异吓人的怪物 没想到 恶魔尽在人间 曾老师好样的 你清理了人类最大的垃圾 还给孩子们一片无忧无虑的天地 曾老师 你浑身血污 却在发着圣洁的光啊 医院副本的分数系统 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 在这里 我每完成一个任务 清理一个垃圾 就能得十分 目前我已经得了五十分 还差四十分 还有四个人 除了我之外 只剩下双胞胎 豆疤男 农庄女了 而他们几个人的个人简历信息 并没有出现在公平上 难道他们和我一样 是垃圾清理者 我们几个好不容易 都勉强完成了手头的任务 气喘吁吁地集中在急诊室里 美杜莎的声音 从广播中传了出来 猎杀结束 终于只剩下五个人了 玩家们 从现在开始 才是真正的游戏 让我来看看时间 你们离实习期结束 还有24小时 接下来的任务 你们只要在这期间 即可获得50分的奖励 未完成者惨死 所谓收益越高 风险越大 祝你们好运 急诊室的墙壁上 突然出现一个大屏 上面罗列出了 我们所有人的任务 双胞胎作为财务总监 要在一天内 为医院创收一个亿 豆疤男作为整形医师 要在一天内 消除脸上所有的豆疤 农庄女作为急诊护士 要在一天内 给一万个病人做人工呼吸 曾小花作为保洁员 要在一天内 清理一吨重的医疗垃圾 大家都傻了 这些明明都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豆疤男绝望地骂了起来 这波游戏 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出去 这就是一个骗局 我们在这里生死搏斗 那时没通关 我就觉得蹊跷 明明已经得了90分 非要扣人一分 让人惨死 这不是飞幕是什么 农庄女也开始叫嚣 我要投诉相关部门 怎么会有这么 不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存在 他们三个发泄玩 又奇奇地看向了我 你怎么这么淡定 为什么不发疯 为了防止他们过来揍我 我退后了几步 不好意思地摊摊手 我能完成任务 为什么要发疯呢 榜单的最后一名的玩家 可以携带一个SSS级道具 在我出发之前 远远就把道具交给了我 道具的名字叫创业书 顾名思义 我可以利用道具创业 更准确一点来说 我可以自行 开拓一个新的公司副本 而我开拓的公司 正是大型家政公司 公司地址就在幼儿园的旁边 公司成立后 正碰到鬼校毕业潮 蜂拥而至的应聘者 好选没把旁边幼儿园的墙几坏 目前在职的鬼员工 一共500名 大大的解决了 无业有鬼的就业难题 我被游戏工会 授予了新玩家创新创业大奖 我一声令下 500名形状刻意的员工 纷纷冲向前线 然有序排队给我捡垃圾 不到一个小时 就把医疗垃圾捡了个干净 超额完成任务 我作为老板 戴起手套 亲自下场 足足捡了两公斤的垃圾 迎来员工们热烈的掌声 我朝他们挥手质疑的时候 看见队伍里 竟然混进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小花老师 你什么时候轮岗结束啊 我们都想你了 小英 小时和小明 一起搂着我的脖子 不肯下来 我才发现 三个孩子都撞了许多 好像身体里的零不见 全都被填满了 小明的另一只眼睛 也如我所愿 重新睁开了 我欣喜地抱着他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英摸了摸自己员工滚的肚子 这里面装的都是 老师家政公司的收益 老师清理的垃圾越多 我们被恶魔垃圾带走的东西 复归原位的就越多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 创业工作的意义如此重大 看来以后有必要扩大规模 做大做强 圆圆默默地走到我的身后 他倒是没什么变化 就是一贯的冷脸 透出点关心的表情 他从头到脚 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一圈 干得不错 你们怎么来了 游戏规则不是不允许前boss 亲自干预考核成绩吗 圆圆摸摸鼻子 规则说的是前boss 又没说现员工不可以来 好吗 看来他们也是我500个 员工大军中的几元干将了 不得不说 圆圆的卡包克手段 还是那么的丝滑 我这边风风火火地捡垃圾 双胞胎 豆八男和农庄女 只有干瞪眼的份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这也意味着 他们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 双胞胎两人一直苦着脸 不声不响地走到我身边 曾小花 你知道完成任务后 你会得到什么吗 作为在这里走过 一整个实习期的玩家来说 这不是个白痴问题吗 当然是复活之门的钥匙 我故意指高气扬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剩下的几个人 有本能的厌恶感 所以我的态度并不好 双胞胎接着说 没错 拿到复活之门的钥匙 就能离开游戏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在提醒你 你要是拿到了钥匙 就得离开这个副本 离开你的幼儿园 离开你身边的boss 我看向圆圆 她湖水一般的眼眸 也正盯着我 我又看向幼儿园的三个孩子 他们的可爱顽皮 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真的舍得离开他们吗 看我陷入了思考 双胞胎紧追不舍 所以 把钥匙让给我们吧 你能留在这里 陪在你爱的人身边 而且同样能生活的风生水起 何必想要回去 我的大脑好像一片空白 但内心的深处 好像有一个声音 时刻叮嘱我 醒过来吧 曾小花 外面还有个人在等着你 圆圆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 小花 拿到钥匙 就离开这里 而她的声音越来越不真实 随着周围的画面 慢慢地飘远了 一扇坚实高大的大门 立在我面前 门面上 写着复活之门几个大字 我的手 反复抹撒着门把手 轻轻地按压了下去 公平时刻等待 手通玩家的出现 却迟迟没有系统提示 不是吧 开个门 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我啤酒都开好了 就等着普天同庆呢 怎么还没动静呢 有没有游戏老粉 你们不觉得 血洞大大 很像一个人吗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如果他灰白的皮肤 在红润点 销瘦的身体 在有点骨肉 真的跟之前 差点通关的大神很像啊 这样也说得通啊 大神没通关 惨死后回到游戏 变boss了 我在游戏工会工作 我知道内幕 等我先下班到家的 两分钟过去了 你还没下班吗 弹幕众说纷纭 一阵闪屏后 我又重新出现在了 大家的视野里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我 而我却只盯着圆圆的脸 对不起 你现在又白又瘦的 没能认出你 圆圆的眼睛红了起来 你不该回来的 我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你能活着 我吻上了他的唇 傻瓜 只有和你在一起 我活着才更有意义呀 我放开圆圆 回头将复活之门的钥匙 扔到了双胞胎 豆八男和农庄女的中间 此时离时习期结束 还有五分钟 都不用猜 四个人肯定像猎狗 见到腐肉一般 疯狂地抢了起来 美杜莎女王腾在空中 看着这场惨烈的对决 她的头发变成了数万条小蛇 朝队伍中的双胞胎喷射而去 双胞胎的双眼 双手 双脚都被小蛇捆得死死的 有了小蛇的协助 豆八男一下 将双胞胎的手脚筋 全部挑断了 他们再也没有任何作战能力 为什么 双胞胎还在委屈咆哮 垂死挣扎 美杜莎女王收回小蛇 捋了捋柔顺的秀发 你们辱骂老板 我没当场发作 已给你们面子了 双胞胎刚想辩解什么 却被豆八男两刀刺进了心脏 圆圆抱着我的肩 害怕吗 我摇摇头 他们总得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些代价 我贴在圆圆的耳边 偷偷地告诉他 你给我的考核表 让我做了手脚 考核表的单元格又小又密 我把最后两个单元格 分别写了一封 给新boss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呢 有些污染眼睛 谁看了都会血气上涌 只要boss有点脾气 重则当场灭之 轻则秋后问斩 所以双胞胎如果不是自己 撞到枪口上来 自然就没事 他们要是能仔细一些 看看单元格的内容 也有宝靠 可惜他们心急想吃热豆腐 只能自食其果了 我以为我的声音 只有圆圆和我能听到 结果弹幕却都在吃瓜 我的眼睛不怕污染 有没有原文凤赏 让我学习学习 每天我也给领导写封匿名信 双胞胎偷鸡不成十八米 死得不冤 我们曾老师还是蛮有心机的嘛 快传授下 从职场小白到老油条的进阶教程 美杜莎女王却走到我面前 笑着抬起我的下巴 这小妮子不缺心眼 长得也挺可人 你小子有福了 随后他看向圆圆 不过你答应我的条件 可别忘了 我一脸懵地看着他们 圆圆有事瞒着我 其实 在碰触到复活之门的时候 我已经恢复了生前的所有记忆 我有一个帅哥男朋友 他是个程序员 我是一家公司的白领 日子过得贫乏充实 我俩同时也是 本是最大寻找失踪儿童平台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直到有一天 我们平台发动所有志愿者 寻找一孩子 他被父母遗留在车上 却被偷车贼一同带走了 事情发酵得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偷车贼带着孩子 到处藏匿逃窜 男朋友在巧合中 寻到了孩子的踪迹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夺回孩子的机会 但偷车贼是个亡命徒 他把男朋友刺成重伤 丢下孩子逃走了 男朋友被送医抢救 孩子被路人发现时已经冻死 而偷车贼 因承受不住全网的大力搜捕 选择自我了断 我接到消息后 男朋友在抢救 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治疗 存款很快花光了 为了继续治疗 我要赚更多的钱 做更多的工作 还好公司有一个救命的项目 正好落在我的头上 如果我的方案能成功拿下甲方 那么我的奖金和薪资 都将得到更好的改善 然而项目落地后 本应该属于我的职位 却被另一个性感美女所替代 老板搂着她的腰肢进出公司 而我方案的署名下面 也变成了她的名字 我连续一个月的劳动成果 付诸东流 我疲惫不堪 猝死在公位上 在这个故事里 带走小孩的偷车贼 长着一脸痘疤 替代我位置的 美女喜欢化农妆 双胞胎死后 钥匙握在痘疤男的手里 他们一起登上了 复活之门的高台 农妆女 小鸟一人地靠在她的胸脯上 八哥哥 你可真威武 我就知道 跟着你准没错 农妆女和痘疤男 之前被随机安排在了 同一层的公司 之后他们就自动组成一组 相互扶持 才能在极度危险 和艰苦的环境下 存活了下来 然而此时 豆八男厌恶地 甩开农妆女 牵着她的手 农妆女不可思议地 看着她 你说过 要带尾快走的 豆八男嘴角 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 在这个游戏里 相信合作伙伴的人 才是傻子 游戏只能有一个通关者 带走你 你别做美梦了 说完 豆八男轻轻一推 农妆女便从高台上 掉了下去 大头朝下 一滴鲜血 至死都没能闭上眼睛 距离实习期结束 还有几秒钟 豆八男迅速地 插入钥匙 开启了复活之门 阴沉的机械女声 再次响起 玩家双胞胎 未完成任务 扣50分 玩家农妆女 未完成任务 扣50分 所有玩家的个人简历 在实习期结束后 都展示在了公屏上 他们知道了我的故事 也对最后几个玩家 进行了精准的对号入座 弹幕吵吵嚷嚷 所以 最后通关的是 豆八男这个垃圾 我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农庄女靠男人上位 最终也被男人所害 真是悲哀 曾老师的故事里 男朋友没有姓名爷 但我觉得他就是血洞大大 之前曾老师还是块木头 现在都快开满树桃花了 都别吵吵了 系统怎么还没宣布的通关人 你们都不关心吗 系统信息一直没出 公屏上却出现了一段视频 豆八男打开复活之门之后 直接进入了另一个副本 级别地狱级 状态被和谐中无法观看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乳腺通畅了的感觉 妈爷 我还以为豆八男真的用美男计 搞定了美杜莎 看来蛇蟹女王还是女王 就喜欢最后百人一道 美杜莎女王 扭着纤细的腰肢 走到了高台上 不知道何时从胸衣里 掏出一个麦克风 妖媚地说 关于百人一道的事 这个锅我背了整整两个赛季了 媛媛你不成亲一下吗 媛媛有些为难 挠着头 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 小英从后面冲了出来 曾老师 园长的嘴太严 你帮我找回了丢失的肝肾 我要谢谢你 所以我来告诉你全部 小英娓娓道来 原来 我男朋友陆元 在我猝死后不久 因为没有了治疗资金的支持 也死在了医院里 他先来到了这个游戏 可是在即将通关的时候 却想到了我 他与当时最后一个 boss美杜莎女王协定 将我拉进游戏 并强行插入游戏中一段代码 造就了负一层的 副本鬼宝宝幼儿园 他想以boss的身份保护我 让我重获新生 而这些 就是以他90分的成绩 却扣掉一分惨死 留在游戏中 做终极boss为代价的 我的眼泪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 我之前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美杜莎女王抽了抽鼻子 就因为你们的爱情故事 太美好了 我才答应他 现在我还欠功会一个交代 小明的眼睛越来越亮了 他接着说 园长一直知道 你喜欢小孩子 他在副本中遇到了 曾经出现在宝贝回家 首页20年的三个宝贝 并与他们一起 组成了阎王组 在地狱级副本中 做垃圾清理工作 本来两个副本没啥交集 他硬是把地狱级副本 给完和谐了 才得到回来的机会 小时也把知道的往外抖搂 本来我们来到游戏里面 容貌都与现实不同 是分辨不出谁是你的 那园长他 很早就把你认出来了 我被提起了兴趣 圆圆到底用什么独家秘方 便出了我 小时特意卖了个关子 小英却忍不住了 他每遇到一个玩家 都会让他给他缝伤口 他说你的针法很特别 我的脸红了起来 都会出现一个搞笑的疙瘩 他曾开玩笑说过 如果他把我弄丢了 就用这个疙瘩找到我 圆圆敞开衣服 摸着已经被牛皮纸糊好的血洞 上面翘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疙瘩 爱不释手 我也去摸了两下 笑里藏刀地问 你到底让多少个女玩家 给你缝合伤口了 弹幕飘出一片粉红 曾老师的关注点果然清奇 这个疙瘩听起来很浪漫 但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老夫的少女心啊 都走开 让我也进去缝两针 我握着圆圆的手 突然想起 美杜莎刚刚说的约定 你们到底约定了什么 美杜莎神秘地笑着 你先告诉我 刚刚为什么 你没有用钥匙开门 又怎么知道 复活之门是假的 我拍着脑门 我的女王陛下 真的不是我聪明 而是你贴的复活之门 那四个大字眼太粗裂了 游戏制作这么高的成本 怎么会出现 画面那么差的道具 再说 一般关键情节里 都会出现那道 阴沉的机械女声播报 刚刚确实是没有啊 而且那个道具门把手很脏 我这个严重洁癖 怎么说呢 确实无从下手 弹幕 豆八男就没看出来 还兴致勃勃地进去了 豆八男的坟头都快长草了 你们还拿他出来编尸 美杜莎若有所思 原来是这样 以前都没人发现的 骗过了好几波了 以后改进 感情他是在 我这搞产品调查呢 美杜莎拍了拍手 好吧 你这么聪明的话 我就告诉你 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 圆圆钻我的手都出汗了 他显然不太想 让这个约定公之于众 美杜莎女王看着我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要再问你几个问题 复活之门的钥匙 已经被豆八男 开启了地狱副本 失去了功效 你已经没有复活的机会了 你是想好了 要留在游戏世界了吗 我坚定地点点头 我相信 我能够做一名 合格的垃圾清理者 毕竟我的洁癖 可是很严重的 美杜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好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和血洞 不在一个副本 你会怎么样 我想你清楚 本游戏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 容易产生系统冲突 我笑了笑 我创业做了家政副本 血洞先生已经入职 成了我的员工 放心在这个副本里 我是老板我做主 我会把禁止办公室恋情 这个规则去掉 我的五百位员工 在我身后不停地欢呼 美杜莎眯起了眼睛 说的我都想去家政副本了 然后美杜莎朝远远耸了耸肩 没办法 她的回答无懈可击 我得告诉她了 我站直了身体 竖起耳朵 生怕错过一个字 美杜莎悠悠地张开口 一阵阴森机械的播报 从她红艳的口中流出 恭喜玩家曾小花 你已获得重生之门的钥匙 现在为您开启 请您准备迎接新生 我睁开了眼睛 刺眼了阳光 让我的眼睛发酸 这真的是医学奇迹呀 她工作时心脏病发 大脑缺氧太久 变成植物人 醒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没想到真的醒了过来 可惜她的男朋友 哎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路远 远远 游戏和现实在我脑中交织重现 我分不清楚 那到底是不是我沉睡时 做了一个刺激的梦境 我的身体有些僵硬 我勉强支撑身体坐了起来 路远他怎么样了 医生 快来看看 病人醒了 两个护士出去叫医生 徒留我一个人在床上流泪 护士说路远可惜 看来他还是死了 可我但愿他真的留在了游戏中 一个星期后 我回到了公司 才知道 在我心脏病发的当天 公司的电梯出现了严重故障 垂直急速下落 带走了四个人 老板和他的喜欢化农妆的女秘书 还有人事部的一对双胞胎 游戏里的场景历历在目 我辞职准备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当我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 却有人转动门锁 这间房子只有我和路远有钥匙 难道是路远的亲朋 来帮他收拾遗物吗 门打开 路远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样的真切 路远的脸色却不好 曾小花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现在还要不辞而别吗 我把他的衣服扯开 发现他的胸膛 上去的小疙瘩 你还活着 我傻傻地问 路远抱住了我 你醒来那天我便知道了 可是我去市里领建议勇为奖 所以一时间没回得来 后来我设计了游戏上线测试 领导直接把我抓走去了外地 我给你打电话你却不接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我脑子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可是护士都说你可惜了 路远刮了我一下鼻子 那是可惜我一直为你准备的醒来一事 没有第一时间派上用场 我从未感觉到像此时这样的幸福 失而复得幸福 路远把我安顿好 递给我一个手柄 宝宝 体验一下我新设计的游戏怎样 电视机亮了起来 一个阴沉的女生 悠悠地播报 欢迎来到我爱公司游戏 所有玩家在公司就业上岗 存活到试用期结束 极为通关 温馨提示 不完成boss留下的工作 也是会惨死的哟 驻军快乐上岗 升职加薪 我熟练地进入副本 马上进入到共识环节的时候 随后问了一句 路远 你领导叫什么名字 他可是个狠角色 我们都叫他美度杀女王 我满眼笑意 那我终于知道 你们的约定是什么了 全文完